这是一条生存在地底世界的蛇形巨怪 此时此刻,它非常的饥饿 火焰是它的武器 就连小小的一口唾膜都能让你瞬间灰飞烟灭 海伦和威尔的处境相当的危险 在上一期中,异形庇护所意外得知 地球的中心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神秘的地下城 这个城市既古老又发达 它们的科技远远领先于现代人类 一百多年前,海伦开枪杀死了邪恶的化身博士艾达 没想到埃达的尸体随着地底的河流一路来到了地下城 善良的居民们复活了埃达 并赐予它长生不老的能力 野心勃勃的埃达重振旗鼓之后 回到了地表世界 将海伦的庇护所搅动得天翻地覆 一番斗智斗勇之后 海伦患上了严重的辐射病 命不久矣 唯有地下城才有拯救它的解药 事不宜迟,为了拯救海伦的性命 组员们只能全服武装 前往大雪纷飞的安纳布尔纳山脉 那里便是地下城的唯一入口 古老的歇石嵌入布满苏梅尔雨的墙壁 这道铸造了上千年的石门应声开启 四个人兴奋地踏入山洞 哪知道刚进去 身后的石门就突然关闭了 威尔和亨利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是徒劳 好在山洞里还算暖和 这里有先进的照明和感应系统 门口的扫描系统察觉到了外来入侵 当即释放了一道看不见的激光墙 亨利和凯特在躲避激光的过程中 不声坠入更深的地底 好在有惊无险 不过这一摔摔掉了他们的所有补给 对讲机的信号无法穿透厚厚的石墙 海伦和威尔只能继续前进 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 第一批踏入隧道的地表人类 岁月侵蚀了通往城市的必经之路 古老的钢铁桥上有道长长的缺口 不过这难不倒伸手矫健的男女主 两个人一道飞身跳跃 就轻松跨越了第一道关卡 他们就这样顺着隧道走了好几公里 入侵的警报声惊动了边境守卫 原来地下城的居民 也都是和他们长相差不多的人类 守卫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便乘坐飞艇回去了 海伦兴奋极了 因为他曾在城市的投影中 见识过这艘飞艇 这意味着 他们已经离城市越来越近 这里似乎是一处无人山谷 没有阳光的滋养 地面村草不生 海伦在角落 发现了一大坨动物的粪便 这得多大的动物 才能拉出这么大一泡石 话音未落 这泡石的主人就现身了 这是一条巨型蛇怪 也是守在边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的口水炙热无比 稍有不慎 就会灰飞湮灭 海伦说 蛇怪原先是生活在地表的生物 它们有四个眼睛 却只能通过人脸来识别目标 也就说 只要不让蛇怪看到脸 蛇怪就无法锁定它们俩 于是海伦学着哈利波特的样子背过脸去 用手机查看蛇怪的方位 然而蛇怪也不是傻子 他只是视觉差一点 嗅觉和听觉 远比它们想象的更加灵敏 两个人被蛇怪逼近了角落 眼看着即将成为巨兽的盘中餐 危机时刻 不知从哪冒出来三个人形的全息投影 分散了蛇怪的注意力 原来是地下城的居民救了它们 这是一对淳朴的父子 他们说着与地表人类相同的语言 父子将它们带到了自己的农场 这里没有天空和太阳 只能种植一些容易生长的菌类 男人为他们介绍了妻子和另外一个孩子 对于从地表来的人类 一家人都非常的好奇 妻子威尔仍准备了精致的食物 虽说远不如地表的食物丰富 不过至少能够填饱肚子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 来到了地下世界 他们从小就听父辈们说 地表的人类非常的好斗 那是一个科技和医疗都很落后 时常会发生战争的世界 这边的海龙和威尔过得还算自在 另一边的亨利和凯特就没这么幸运了 亨利受了伤 他们没有导航 只能凭着感觉在一堆乱时间到处乱窜 走了很久很久 又累又饿的两个人 终于碰到了两个穿着长袍的大活人 凯特兴奋极了 然而招呼的话还未说出口 他们就被两个陌生人击了过去 画面转到海龙和威尔 酒足饭饱之后 他们来到了地下城的车站 这里的交通公权特殊 是一个类似于弹珠般的巨型球舱 这颗球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进行垂直和水平运动 他们不知道这颗球会将自己带往何处 威尔仿佛被关进了一个大陀螺 转得樱头转向 他总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 按理说地下城的人类科技这么发达 怎么会丝毫没有察觉他们的到来 威尔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花瓶 不过这张乌鸦嘴就跟开过光似的 果不其然 这颗球刚停下 他们就已经被地下城的守卫重重包围了 刚落地就成了囚犯 心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座人烟稀少的城市没有太阳 却处处透露着高科技的质感 就这样 四个人一前一后被关进了同一间球室 不过总算是团聚了 这个地方固若金汤 想逃出去无异于天方夜谭 守卫将他们带到了会客厅 这个女人便是地下城的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并不欢迎闯入者 为了维护整个地下城的秩序 他二话不说就判了四个人死刑 连个申诉的机会都不给 没想到地下城的审判居然如此的草率 简直比独裁还要独裁 海伦已经身中剧毒 活不了多久了 他只是想来地下城 寻找失散多娘的父亲罢了 可女王大人懒得听他们解释 一声令下 十万伏特的电机穿过了四个人的身体 他们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 就原地咯屁了 画面转到一行庇护所 光头墙和特斯拉 已经很久没有收到海伦的消息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只能低声下气 找艾达这个大反派帮忙 艾达在地下城居住了一百多年 他熟知城市的地形 很快就划出了一片防护盾较微薄弱的区域 事不宜迟 光头墙当即带着艾达 穿越到了地下城的郊外 他跟着艾达来到了一处洞穴 突然 身边冷不丁窜出好几个抖棚人 这里都是紫铁矿 光头墙无法施展瞬间穿梭的异能 就这样成了艾达的阶下球 原来这里是艾达的秘密基地 反派就是反派 光头墙还是大意了 有那么一个瞬间 他居然天真的以为 艾达已经改过自新了呢 艾达野心勃勃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酝酿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原来艾达在地下城生活了一百多年 早已收割了这里的规则 不久前 他因为谋反 被放逐到了地表世界 之所以利用光头墙回到这里 是想继续自己的计划 推翻女王的政权 自立为王 许是察觉到艾达已经回来了 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 又将海伦一行人给复活了 他们的科技很发达 任何疾病都能治愈 更别说起死回生了 反正不是第一次杀错人了 他们早就习惯了 海伦来这里是为了寻找13多年的父亲 是父亲将地下城的信息 植入威尔的梦境 指引他们来到这里 原来他的父亲是地下城的科学家 因为向外界泄露了地下城的秘密 现在成了通缉犯 女王也在到处找他呢 一百多年前 女王救治了已经死亡的艾达 没想到艾达将仇报 居然想推翻他的政权 将整个城市搅动得天翻地覆 从此以后 女王就特别痛恨地表人类 这才不管3721 先把海伦行人处死了再说 弟弟的热能便是整个城市的动力 可最近能源似乎出了点问题 导致整个城市不断出现地震 各种内忧外患 让女王头疼不已 海伦表示他可以帮助女王解决危机 作为交换 女王负责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 就这样 来自两个世界的人类一拍即合 携手共赢 女王说 每隔几百年 弟弟的岩浆都会上升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在岩浆中 生活着一种名为昆的高级一行 一千多年来 昆都会用自己的身体做踢靶 保护着整个城市的安宁 昆是他们的守护神 可奇怪的是 最近昆似乎生病了 再也无法保护他们 再这样下去 整个城市都会被摧毁 海伦仔细观察了昆的3D扫描图像 他怀疑昆得了肾衰竭 打几只特殊的胰岛素就好了 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通往地底隧道的列车已经就位 越是靠近地心 正感觉越强烈 突然 一只捕食性机身虫冲了上来 被海伦一枪打死 海伦在这里见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 原来父亲早就发现了地下城的危机 可川智的女王 一直没有将他的警告当回事 父亲迫不得已 只能将地下城的信息 置入威尔的梦境 指引海伦一行人来到这里 地震来得越来越频繁 海伦天真的以为 昆只是肾衰竭罢了 可父亲却否定了他的猜想 因为他已经给昆注射过特制的胰岛素 却丝毫不起作用 昆的命运和整个城市紧密相连 难道他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昆死去吗 望着刚刚打死的寄生虫 海伦突然意识到 或许是地震震坏了虫子的巢穴 使得寄生虫倾巢而出 其中一只寄生在了昆的身上 这就需要外科手术来除掉它 只见昆正躺在滚烫的岩浆里 发出痛苦的声音 海伦切开了昆的病灶 昆因为疼痛挣扎了一下 女王一个猎切 差点灰飞烟灭 巨兽用自己的身体 守卫着地下城的人类上千年 他自然知道人类是善意的 海伦切开了厚厚的脂肪层 徒手掏出了寄生虫 随后又用激光 帮巨手融合了伤口 手术成功了 他们迅速撤离了 炙热的岩浆层 可强烈的地震 早已摧毁了来时的通道 他们只能强行穿透岩层 杀出一条血路 这边正忙着拯救世界 另一边的艾达 却悄悄溜进了武器库 偷了几把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趁郑与王不在 守卫松散至极 艾达将足以毁灭世界的暗物质 收入囊中 此时的艾达犹如过街老鼠 海伦及时赶到 将正准备逃跑的艾达 打成了重伤 一百多年前 海伦为了拯救世界 亲手杀了艾达 一百多年后 历史却没有再次重演 艾达躲进球舱 迅速撤离了基地 可当身负重伤的他 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秘密基地时 却发现光头墙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海伦或许会手下留情 光头墙可不一定 就这样 光头墙带着艾达一起消失了 只在舱里留下一行血字 没有人知的艾达是生是死 危机解除 女王非常感谢海伦 为拯救城市做出的贡献 但是地下城与时隔绝了一千多年 他们实在不想被外人打搅 海伦的父亲 早就厌恶了地表世界的尔虞我诈 他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妇女俩只能再次拥抱告别 继续奔赴各自的未来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集的主线剧情 相较前两集还算精彩 不过一个拥有如此高科技文明的城市 能够一下子抓住主角团 却让艾达在城里如入无人之境 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不过作为小成本的科幻剧 特效做的相当不错 人物角色塑造的也很丰满 最爱傲娇又斗逼的特斯拉 希望他能够一直演到天荒地老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